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见我问我思 美国全面开放疫苗种植 从今天开始 全国国民可以到所有指定地点种植新冠疫苗 这将是首次向社会大众开放 而无需做任何实现登记 白宫疾病预防顾问福奇博士表示 我们将在未来数周内看到新冠疫情变化的转折点 全美各地正以每天300万人种植疫苗之速度 过去一周至确诊人数已下降了14% 拜登政府正在不断推动种植疫苗之进程 严格防范变种病毒之侵袭 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有57万2287人死亡 目前为止 全国已经有1亿3900万人接种疫苗 占全国人口之42.2% 福奇博士相信 如果我们可以到达至少70%以上人口得到种植 那么离开全国免疫的日子已经不远 我们真的要奉劝大家在此关键时刻必须去接受疫苗注册 这是利人利己之行动 我们也要感谢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排除万难对抗疫情做出之重大贡献 过去一年多来这灾难真是让我们受够了